好像要做一点点补充就是前面有一条他有提到说如果吃桂枝汤会吐的话之后会吐浓血嘛对不对 就那一条这样子讲然后我也说现在临床上面其实很难看到啊 那最近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有看到说这个徐灵胎啊他去点批那个夜天室的临阵指南一案里面啊 徐灵胎的那个批文里面有讲说这个丰受夹活者福桂枝汤必吐啊百事百艳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咳嗽呢是有风又有上火的这样子的咳嗽啊 他吃桂枝汤就有可能发生常常人说的那个状况 那这个跟我那我想徐大春他说的这个状况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喝酒的人他是吃了桂枝汤以后 会增加他的这个肠胃的这个湿热这样子想的话 其实在临床上不是那么符合 因为我们肠胃有湿热的话不一定会造成吐血 但是呢如果是肺膜啊因为这个发炎而破的话 那个时候吐出来的这个脓啊就有可能会带血 所以这个如果是照徐林泰说的从肺里面出来的几率 我想是在实际情况是比较多的 那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白虎汤这个方啊 这白虎汤呢其实我也说了都已经算是在治阳明病了啊 他这个已经其实我们的太阳篇就已经把很多其他篇章重要的方子都已经交到了 那这个上次讲到白虎汤的辩证点 我想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有点怕同学说太草率的决定要用白虎汤 所以呢就把辩证点讲的比较严格一点 就说要口渴啦出大汗啦卖宏大啦这些这些都要有才用白虎汤 可是我回去看一看别的书又觉得我这样子讲也不对啊 矫枉过正太严格了 因为大陆有一个学者吧已经过世了 他就说其实曾经有一本书叫做温病条变啊 温病条变里面他就有说什么时候可以用白虎汤 那他那个那位学者应该是李克少吧 他就批评说其实像温病条变那样子写的严格度 到最后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用白虎汤了啊 就是太多条件都要符合才能够用的话 其实这样子白虎汤就很难用下来了 那这个所以呢李克少他就做了一个更正 也不是更正啦就做了一个说明 他就说其实啊我们如果要说白虎汤要口渴才能用 口渴当作一个绝对的辩证点这是不对的 因为伤寒论本文里面白虎汤呢是不必口渴的 是要口渴的话是用白虎加人生汤 对不对所以白虎汤本身是不一定要口渴的 那至于出大汗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列入打三角 而不是打新兴的毒症为什么呢因为同学可能 白虎汤症大家这一辈子多少都有经验 就是比如说感冒啊几天之后一开始还有点什么筋骨酸痛 可是感冒到第三天或者甚至第二天就开始发起高烧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你在家里面发高烧然后被子都盖不住的那个时候 其实你不一定是全身大汗的对不对 有的时候身上还是干干的 所以阳明的高烧基本上他不怎么出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结果来讲的话就是除了本身觉得热 或者有可能有一点烦的感觉 以及烧的蛮厉害之外呢 我想主要的辩证点还是看麦了 就是有里热的这个麦不然就是带滑 不然的话最标准的就是红大而实 对不对 就跳动的幅度很大 而且按起来非常比较比你平常的麦像要有力量 那这个呢是比较是白虎汤的一个辩证点 我想这个事情要稍微讲折中一点 不然的话讲太严格的话就变成很难用了 那不过呢在这个白虎汤的这个麦正之下呢 同学一定要很谨慎的防止在某一个情况下用错白虎汤 就是所谓的血须发热 不晓得有没有同学生活过得不是很悠闲 你可能会经验到就是你忙一段时间 每天都很忙很忙很忙 然后忙到某一天忽然发起高烧了 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有对不对 那那样的时候的发高烧啊 其实不一定是白虎汤症 那个有可能是血须或者气须发热 那气须发热的话 我们一般是用补中一气汤啊 那补中一气汤的话 以后如果交道再跟同学讲 它有一个卖法 就是左寸跟右寸比大小啊 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用补中一气汤 那比较比补中一气汤更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当归补血汤症的那个血须发热 当我们的血很不够的时候 人啊会阴虚啊 然后就开始烧 而这个很忙碌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经过那个感冒的前驱过程 就是标准的白虎汤症 我觉得比较常经验到的是 我先会有筋骨酸痛啊 误风误寒 留一点鼻涕啊 我知道我感冒了 然后感冒一两天以后才变成那个样子 那么当归补血汤的这个血须发热呢 它就比较是忽然而来 就是你忙忙忙 忙到觉得快要累垮了 忽然发烧那种感觉 那么它的麦呢 一样是麦会比较宏大 因为你是有热嘛 所以麦还是会比较宏大 可是血须发热的麦的重点是 我想用左手的这个 左手定官去取这个肝胆这个地方啊 肝脉这方比较容易确定 就是你的肝脉呢 会就算它的麦有宏大的现象 可是按下去会觉得里面是空荡荡的 像白虎汤的麦的话 你按下去会觉得比你平常有力气的 那如果是血须发热的那个肝脉 就是拔起来是空空的 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点 另外一个辩证点就是你在发烧的同时 你的肝脉是很微弱的 这也有可能 或者是你整个肝脉是又浮又虚的 就像桂枝汤那种表震一样 肝脉是又浮又虚的 这个也是血不够的一个可能会有的麦象 所以像这样的麦象呢 中国古时候提到这个当归补血汤证 都会说就这样的一个证啊 如果给你给下了白虎汤 这个人就不得了了 就会可能会完蛋了 所以这一点呢同学要记得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会忙碌比较累的人的话 有可能你忽然来的发烧是血须发热 那当归补血汤就是当归两前 黄旗一两啊 这是现在的伎俩 那赶快煮一煮喝啊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那再来呢 我们说白虎汤证啊 如果比较渴的话 就用到白虎加人参汤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一般的说法 就是不是比较渴 应该说蛮渴的 那这个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说 因为在古方的世界里面 是拿人参来补精液的 那么如果你的精液不够了 那你就会很渴 对不对 所以你就必须要加一些人参来补精液 那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理论呢 其实在临床上面还有几个情况 是可以直接开白虎加人参汤的 就是当你白虎汤的麦 你是宏大 也是有力 可是你觉得他麦跳动的 好像有点特别急促 就那个麦跳起来觉得 啪啪啪啪那种感觉 就是说一般的麦 都有一点点那种和缓的弹性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麦跳起来很燥烈 那其实这样的麦像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身体里面水分已经不够了 所以白虎汤如果麦特别的造极 那这个呢 也是直接就用白虎加人参汤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如果是这个白虎汤的麦 拔起来硬邦邦的 就是标准的白虎汤或者白虎加人参汤的麦 其实都是带点滑的调子 就那个麦里面还有一点点 那个柔软的弹性的成分 如果你这个麦 红大而实的麦 拔起来是硬邦邦的 那其实就意味着 你里面的精益已经不够了 你已经开始干掉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跳着特别急促 或者是跳着硬邦邦的这个红大而实的麦 那即使这个人没有很明显的口渴的症状 那也不妨用白虎加人参汤 这是一个临床上面稍微可以注意的细节 不然的话 怕是 怕是这个 用汤剂的时候好像用的没有很恰当 那接下来呢 如果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同胞啊 要开白虎汤的话 其实是蛮有希望这个织母 白虎汤里面啊 在伤寒论元素里面 有织母六两嘛 很多的 那这个织母这个药 其实是蛮有希望换掉的 比如说像民国初年的张喜纯啊 他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一般人也可以这样换 那尤其是产后的妇女 如果得到白虎汤症的高烧 就一定要这样换 就是把织母换成玄森 这个玄森这位药呢 是一个凉润的药 但是它的 它的这个寒的这个情况啊 就比织母药不寒 就是织母的那个药性喝下去 有一点像是 直接喝一口冰开水那种冰的感觉 那玄森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是 你拿那个焦花的那个喷雾器 这样子在喷的那种感觉 就它的这个 滋润跟清凉的感觉比较温和 那当然张喜纯那个时候 用织母换掉 换成玄森 他是说 因为石膏或者玄森啊 在神冬奔草经里面都有讲说 是适合产乳于疾啊 就是适合 女人生产后的疾病 但是织母没有这样写 所以就换成玄森啊 那另外呢 白虎汤 如果喝过头啊 往往那个人肠胃倒背 他的这个药性弄到蛮凉的 凉到一个程度 这个人就会拉肚子 所以张喜纯他往往建议说 你白虎汤里面的这个梗米啊 就是米这个药 可以把它换成山药 因为换了山药之后呢 山药这个东西虽然是这个 汁液很多啊 可以说是养皮阴又养肺阴的药 可是你也知道山药煮熟了之后 是粉粉的对不对 就是不再那么滑了 所以煮熟的山药也可以色肠胃 能够让人不要那么容易拉啊 所以就是说 耿米换成山药 也是一个可以用的加减法 那因为呢 严格来讲 白虎汤这味药 它是甘草或者是织母 或者是这个耿米啊 都不是那么绝对需要的药 这件事情跟很多其他的金方不一样 像很多其他的金方 他的药也是动都不能动一下 像小柴虎汤的柴虎比例那么高 如果你把柴虎少一点就没有效 或者桂枝汤或者是麻荒汤 你拿掉一味任何的药 它整个效果都差非常多 但是白虎汤它却是一个例外 白虎汤它的这个功用 其实是只要有生食膏在 就可以成立 其他的药换来换去都不太要紧 这是他跟其他的一些金方 有一些差别的地方 其他金方几乎很多药都是动都不能动一下 你少一点药性就不对了 但是白虎汤的话 基本上就是靠那个石膏了 所以有一些换药的活性 那其他的就 其他的方子可能就没有这么松 那再来呢 我们来讲石膏这为药 我们看到讲义上面 引述的这个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上面说 石膏是为心为寒 那么石膏这为药呢 在用之前 同学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凡是我们用伤寒论的方啊 用到石膏 请这个到药局 务必要买生食膏 不可以买到熟食膏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有不少的中药行 里面是没有生食膏的 因为生食膏 用来退高烧这个做法 是一个金方派的医者 比较习惯的做法 那如果那个药局的 左邻右舍开药的人呢 没有习惯开金方的人 那那个药材行 他可能就会石膏 就没有什么人买 这些就不放了 那像我有朋友在 新竹还是中立那边啊 问他们家附近的药行 说这个你们有没有卖石膏 院房就说 哦有卖啊 有卖熟食膏 没有生食膏 那我朋友就问他说 那你们熟食膏是卖来干嘛的 他说有人会去买去点豆腐 点豆花呀 就是做豆腐豆花的时候 放一点食膏粉啊 他就会凝聚成形 所以呢 其实熟食膏 一样是有某种程度的 含粮的药性的 并不是说熟食膏一定不含 就好比说 如果你是 因为我们石方的世界里面 是拿石膏来清胃活的嘛 所以如果你是 有一点口臭 你把卖觉得 你胃卖有一点尖尖的 那你就去那个深坑啊 什么地方吃 那个传统的那种深坑豆腐 那那种传统的豆腐 就是用石膏点的 它即使是用熟食膏 那你吃几块那个豆腐 也可以消胃炎嘛 就像是 如果有传统豆腐 买得到的话 你如果是那种 有的时候会胃发炎的 那种食火的胃发炎 那你有事没事 就是豆腐沾酱油 当点心吃 也可以退卫火 所以你不能说 豆腐呢 就是熟食膏一定不含 熟食膏还是有一定的含性 就是好比说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医者叫 郁家炎啊 郁昌 他创了一个方 叫做清造旧肺汤 那清造旧肺汤里面 用的石膏 就是用熟食膏 那一样是可以清热 可以润肺 所以熟食膏 这个粮跟润的药性 都还是在的 可是我们在 商寒论里面的这些方子 你用了熟食膏的话 就非常不妙 也像民国初年的时候 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就是因为用了熟食膏 他的热发不出来 然后闷在里面 那个人就烧死掉了 那这个 我想熟食膏 跟生食膏的一个 最主要的差异呢 也恐怕就是这个 生食膏写的这个新字 其实石膏煮出来的水 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如果你刚好口渴 吃起来还觉得特别的清甜 所以不会是辣的 一定不会是辣味的 我想它这个新字 是比较是在象征性的 在提它的药效 因为呢 像生食膏 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纹理是平行的 它是一种白白的 半透明的 软软的石头 但它的纹理是平行的 我们中国人 古时候医者如果要挑好的石膏 还要说要挑这个石膏 纹理如竖针状 就是好像有一把针 把它竖在一起 这样子的 那么平行的 那这个中国人对于这个 平行的这个形状的这个要性呢 是有一种看法的 就是 我们都说 螺旋形的东西呢 在五行上面是属木的 可是平行的东西 在五行上面是属金的 就是木是把什么东西交缠在一起的能量 然后金是把什么东西分开的能量 那或许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石膏啊 它的平行而良 这个感觉呢 它的这个形状会让它特别跟我们六经里面的 足阳明未经起共鸣 因为足阳明未经 这个阳明是属于造金之气 对不对 就是阳明造金 当然 石方本草会说石膏是色白入肺啊 那如果在金方里面石膏跟麻黄啊 杏仁同用 它也有两道肺的机会 但是我想 它这个入阳明经 入肌肉 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象征符号的说法 会说 人的肌肉也是平行的纹理 所以跟石膏有比较相通的地方 临床上面恐怕生石膏还是作用在肌肉 作用在足阳明未经多一点 那甚至守阳明大肠经 恐怕都作用的会少些啊 那作用到肺的话就是比作用到大肠多 比作用在胃要少 这样子 那 那我们中国人认为说 这个木器是勾芒之气 对不对 我们中医基础办有讲过 那勾就是圆弧形啊 芒就是直的 对不对 那勾芒加起来的代表是什么东西啊 好比说有一种药叫做领阳脚 是不是 领阳脚它就是又有直的这个放射状的一个主轴 然后旁边又这样圈圈圈上去 所以领阳脚在中医的用药里面 它特别能够疏肝 清掉肝的热毒 因为肝属木嘛 木就是勾芒之气 那相反来讲 同样是清热解毒的脚类 如果是犀牛脚呢 那犀牛脚的作用点 它的清热解毒就会清热解毒在我们的胃 而不是我们的肝 就是说像这种中医这种 非常形而上的 非常象征符号化的一种分类法 其实在临床用药还蛮有一定的精确度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分也是存在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 当然犀牛脚是很贵的东西 好像我前阵子问药局说 如果要买五千可不可以啊 他说五千可以啊 十万块 那这时候啊 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忽然之间心里面萌生一种属于家庭主妇的感叹 就是幸好我们会金方 用石膏就可以了 便宜的不得了啊 这个石膏加生嘛 就可以代替犀牛脚的很多药性了 因为我从前呢 还没有学中医的时候 就会听到 有认识一些大人啊 他们说他们家小孩子有一次 哇发烧怎么样都不对啊 有一个认识的人呢告诉他们说 这个东西要用什么什么脚抹粉 他们到处打听 终于求到了 跪得不得了 抹了一点点粉湿下去 哇烧就退了 哇真是欢天喜地啊 感激涕淋啊 那其实这用生石膏就可以了啦 就是我就觉得 要这个价钱往那么高处走 有点不符合经济效益 张仲锦有一点事情是真的很好 就是张仲锦用的药材都很便宜啊 大部分都是很便宜的 那那这个像是这种螺旋形状的 这个勾芒之气的东西 像是代表性的药 比如说乳肝的 像合手屋的苗啊 叫做夜胶藤 它那个藤到了晚上会这样子 成螺旋形的两条藤子 缠到一起的 会这样子缠起来睡觉的 所以这种合手屋 就确定是乳肝的药 然后那个夜胶藤呢 晚上会睡觉的这个东西 可以治什么呀 可以治时差啊 就是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 你就把夜胶藤的科学中央买一罐 带在身上 然后去那边赶快就吃个三五功课啊 就吃大口一点 反正那药性很弱的 然后买一个蛮大的机会 就是你可以到外国而没有时差啊 这样子 那那后来就是 就是有一些大陆的研究者就发现 哎 花生的苗到晚上也会合起来 卷起来睡觉啊 然后就去研究 就发现 哦 花生里面也有这个 花生的苗里面也有这个催眠 助眠的效果的成分 怎样怎样 就中国人对于这种啊 就是植物的一种观察 或者是矿木的观察啊 都会依循着某一种原则 在看待它 那这个石膏呢 可能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它有这样子一种属于心的药性啊 那它的这个心字啊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看得到 为什么会说它心 味道不心 可是药性是有这个心的 这个发散的药性 因为我们在用白虎汤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白虎汤 是一个清解这个热的药 也就是我们理论上会认为说 我喝了这个生石膏 煮出来的白虎汤啊 喝下去之后 这个生石膏会经过我们的体内 把这个热气带走 我们理论上会这样思考它 可是实际上 我们在用白虎汤的时候 很大的机会呢 是你汤喝下去以后 这个人就出一身冷汗 然后烧就退了 所以它还是汗结 不是从大便结的啊 当然如果你这个人 凑理菜扎实的话 发不出来那个汗 它还是有可能走里面结 那这个是 那个也不是关系到石膏 就是伤寒论 几乎所有的发汗药的通则啊 就什么桂枝汤 麻黄汤 青龙汤 如果你是凑理太扎实的人 他发不出汗 他就会从排尿来结啊 这都是会有的 所以这是通则 这倒不是说石膏的问题 所以呢 生石膏 它有这种能够 让你的热血 借着微微发一点冷汗 然后就排除的这种能力 可是熟石膏就欠缺这个能力 所以呢 往往白虎汤症用了熟石膏 人就烧死了啊 就没有办法发出来 所以就是在临床上面 你要用白虎汤 就一定要用生石膏 那生石膏呢 是一种 半透明的结晶状的 所以你在药局 叫它把石膏端出来 如果它端出来 是半透明的结晶状的 那你就可以确定 它是生石膏了 但是你在煮之前呢 你还是要跟药局讲说 请你帮我垂碎 石膏要尽量垂碎 因为垂得越碎 它跟这个水的接触面越大 那这样子煮起来 效果比较好啊 所以用生石膏要请它垂碎 那可是如果药局端出来的石膏 已经是白的粉末状了 那就有一点危险了 像我们小时候 有一种玩具 就是做石膏像 它给你一个塑胶膜 然后你买一包熟石膏粉 然后你把那粉放进去 倒点水货一货 然后过半周扣出来 就有一个什么科学小飞侠 什么凤凰号啊 那个 那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手石膏 也就是手石膏 遇到水之后 它不久就会凝成石膏像 那所以呢 如果 如果你买的那个 石膏是粉末状的 然后你问药局说 我是要买生石膏 你没有给错吧 药局也说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呢 你把药煮好了之后 那个锅子一扣 有一整坨药渣 这样整块的滚出来 那你就知道 你是买到手石膏 那汤就千万 这样明白吗 那生石膏的话 不管怎么煮 它在那个汤里面 都还是 都是碎碎渣渣的 不会结成一坨的 所以 这个要分清楚 即使买生石膏 也要把它打成粉来用 效果比较好 但是如果它卖给你的时候 就是粉的话 就千万小心 因为台湾 的的确确是有药厂 药局是没有放生石膏的 尤其是台北以南的 所以请大家要很小心 这个用错了会致命的 那 这个石膏 这个从发散来解热的这个药性 我想 很多人可能 就是很多血液的人 也不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 如果常用的话呢 就会看得到 那另外呢 它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违寒 这个违寒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说词 就是我们呢 用石膏 可以把那么高的大热解掉 所以呢 一般人都会觉得 能够解掉这么大的大热 它这个药性 应该是很凉很凉很凉吧 可是结果不是 其实石膏 你平常 如果有吃到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药 在你没有 阳明经的高烧的时候啊 它并不是那么寒的药 那相对来讲 我们说石膏能够针对 伤寒顿这个热度最高的 阳明病 来把这个热解掉 说不定是因为 它能够从我们的肌肉里面 把邪气发出来 那邪气被逼出来了 我们身体就不用发烧了 所以立刻就停了 对不对 所以可能是 它发邪气的力量 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在于 它有多寒 对不对 因为它既然是从汗而解 所以 但是呢 我们在用石膏的时候 往往呢 会跟很多其他的寒良药 在这件事情上面搞混 为什么呢 因为石膏能够退 那么高的高热 乃至于 一个使用药物的医生 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 可能就会以为石膏是 很寒很寒的药 那当我们以为石膏 是很寒很寒的药的时候 其实从此以后 用石膏就会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 就像 经朝的这个张元素 它其实它是很有良心 它写的那个话 其实都是有它的好意在 它说它是 阳明经大寒药 能伤胃气 令人不食 就是它说 这个药呢 吃了之后 会让你的这个脾胃的胃气 胃气不够 所以呢 这个人就会胃口不开 吃不下饭 这个有没有这个效果呢 有的啊 如果你的药里面有放到一些生石膏 多或少都会让人胃口比较不开的 所以张元素没有说错 所以呢 它就说 这个 如果 如果不是里面有很大的热的话 不要随便用 因为我们任何伤胃口的药 都不要当日常的药来吃嘛 对不对 所以张元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 可是呢 它这个石膏大寒不可轻用 这个说法呢 就传下来了 那传下来之后呢 就变成啊 后代的人会把石膏跟其他的含药联想到一起 那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因为呢 其他的含药 好比说黄莲 好比说大青叶 好比说龙南草 那个都是 所谓的苦含啊 苦含能够伤害我们的那个元气 伤得很重 所以石膏伤寒论这个白虎汤是开多少 开一斤是吧 一斤的话 乘到现在的话 乘个0.3也有 也有现在计量五两半哦 对不对 很多对不对 那 现在五六两的石膏 我们煮下去 这是一个正常计量 可是你没有听过说 五六两黄莲煮下去喝的吧 哦 那是好像非死不可 对不对 那是什么五六两龙胆草 都没听过吧 保证肾衰竭 是不是 不要说保肾 就获取肾衰竭 而就是 所以呢 同学要知道 其他的药 即使黄莲 即使龙胆草 什么大青叶 它脆弱的效果 没有像石膏那么强 我们平常在开药的时候 都是什么 五分啦 一千啦 有很大的发言 那开到三千了不起了吧 再多的话 这个人撑不住啊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那种苦寒的那种药 再多的这个人元气会受破坏 这个人的脾胃之气会受破坏 甚至肾功能会被破坏 这都是有的 可是 偏偏啊 石膏这个宝贝啊 你开药 你千万不要开少 不然一点用都没有 生石膏 我如果是开十岁 八岁 十岁的小朋友啊 我至少是要开现在计量的一两 如果我生石膏是开给大人退烧的 我至少要开现在计量的四两以上 如果少了的话 效果就很差了 当然你 如果是开在大青龙汤或者麻姓干食汤 那种它里面的里热没有很重 只是肺啊 或者是肌肉里面微微的有一点阳明热 那那个可以开少一点 但是基本上 伤寒论里面的方啊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 如果我们只煎一次喝的量 我们乘0.1就好 对不对 但是什么都可以乘0.1 石膏不能乘0.1 石膏还是要乘0.3 用汉代的足精足两 即使是大青龙麻姓干食也是一样 因为呢 就算是大青龙汤麻姓干食汤 你要做比较小碗一次喝的分量 可是你药量少 你用的水量 就少对不对 水量少 煎煮食煎就少 煎煮食煎少 石膏的药性就比较不会出来 所以还是要加量 所以结果就是石膏 张罕论说多大多 不管你煎大锅还是小铁 你都是要用那个量就对了 这是我们用这个药的规矩 一定要生石膏 一定要用到这么多 它那个烧才退得下来 所以呢 就是不是我们像用其他苦寒一样的样子 少量小量的 像我用黄连或者是用什么生地黄 我觉得我都用的很少量 尽量不用多 但是呢 石膏的话就是要用就要用多 那这个 所以它这个 为寒的这一点 我想同学就要记得 说石膏的用量一定要大 如果用的小量的话 那真的是发挥不了什么疗效 那它这个 它说 治这个中风寒热 这个 当然如果你用金方来看的话 像大青龙汤 它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的麦阵 只是多一个觉得烦的感觉 那麻黄汤的麦阵是有怕冷的 所以呢 又有怕冷又有热 这是有可能的 那或者像白虎汤的这个系统里面也有过 上海润里面也有一条 是说得了这个白虎加人森汤症 还是白虎汤症 它这个人的背后会有一点点怕冷 所以在大热的起后时候 还是有可能有一点怕冷的症状 所以这个说法 神龙门草经